试音试音,准备开胎 试音, 听懂的音乐 哈啰, 大家晚安, 这边是AK的iPad绘度时矿台 我是AK,今天的画勒 要来画Kingsman 嗯,大家安安 不知道現在線上大家有多少人呢?看一下 嗯,很好,我覺得 會不會大家可能都因為那個帳號的問題 然後都沒有這個登錄啊 我認為這件事情應該有蠻大的影響 可能有很多朋友大家到今天才在改帳號啊 然後發現登錄不進去 嗯,我認為這件事情應該非常有可能發生 非常有可能發生 所以 嗯,我覺得今天的觀影人數非常少應該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哎呀喂啊 好,那 今天可能也不會把圖畫完吧 所以說 主要是想 想介紹一下一些就是新的APP 的使用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有多少人在線上 靈位觀看著 哇,好,不管 但是我們還是要畫圖 Yeah 我們還是要來畫圖的 好啦,那 那 目前看得到的是 這款新的應用 叫做Pisometal 嗯 早先 Kingsman這一張的話 我是 用 這個軟體 然後 來打稿的 那可以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架構 那 目前這一款 Pisometal 它的定價 是300塊台幣 也就是 9.99美金啦 9.99美金 嗯 會想買這個的話 是因為 之前有在網路上面找到 相關的一個 一個資訊 然後有看到就是說 好像它介紹上面來講的話 說這個 這一個 還蠻不錯的 哦 這個 這個APP還蠻不錯的 然後就開始起心動念啊 上去 這個 App Store 上面看一下 看一下到底如何 那 後來也看了一些 YouTube上面 它的一些影片介紹 它很厲害的地方是 它有把 ForeShop的 觀念 然後 使用在這一個 APP上面 它本身其實 一開始在做 軟體的時候呢 軟體應用 是用在 Mac上 Mac上有做了 呃 另外一個 就同名的一個 應用 那 後來再加上了這個 APP的 的一個 一個 製作 那可以讓就是 你Mac上面製作的 呃 檔案 跟 iPad上面的 檔案都可以互通 然後也都可以互相使用 那又 除了就是說 有加入ForeShop的 這樣的影像 類型的 軟體 的 的 使用觀念之外 那還有再加上 就是說 它有符合 Mac 像是例如說 iWorks 就是我們可能知道 有用Mac的人可能就知道 像是Pages Numbers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 Keynote 的一個 操作的使用觀念加進去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Mac 而且Photoshop 使用的 很熟練的朋友 那你可能在使用這個 APP應用 齁 Piece of Metal的時候 就會覺得它 非常的親切 那當然啦 受限於 iPad的這個 螢幕的Size 所以呢 它在這邊的功能使用 稍微需要 有一點點適應 但是我認為它的設計 是設計的 滿有意思的 怎麼說呢 它的功能其實像是 選單頁式的方法 去進行切換 我先把它 回到一開始我們通常打開的時候 長的樣子 然後它長得像這樣 那如果我今天點了這個 工具的部分 那你會發現到啊 它把功能是 一個一個歸類成不同的項目 比如什麼上色和擦除啊 論事啊 然後什麼 調整顏色添加效果啊 欸 之類之類的東西 你必須要選擇了它之後 然後進入到例如 繪圖模式 那 像現在這樣就是繪圖模式 然後你就會發現 欸這上面的這個功能單就改變了 然後它可以去選擇一些 呃筆刷的類型啊 然後來幫助你做繪圖的操作 欸 那這個就是繪圖的部分的功能 欸 然後它這邊可以做這個 插去跟上色的一個切換 它就只有這樣 那當你完成了之後 你按完成 然後你想要再對它做別的事情 那你就必須要再開啟 其他的工作模式 比如說你想要做照片論事 欸 那它可能就進入到這邊 你可能會有一些什麼 呃 你可能有用過Photoshop的朋友 可能看到就會發現到 它有修正功能啊 塗抹功能啊 之類的一些東西 那也還蠻有趣的 就等於你是用 修照片的方式來處理圖面 那 又另外 可能其他的一些什麼 調整顏色添加效果 也都是類似的 另外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就是它有裁切功能 yeah 那裁切功能的話當然 我覺得現在很多繪圖APP 它都沒有這個功能 我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它可以直接幫你去裁切 你目前的圖像的 呃 解析度尺寸 欸 那你可以裁成你要的一個大小 那其實 很多時候 在畫圖來講 或影像編秀來講 它都是個很重要的功能啦 所以 欸總算有這個東西 可以用很不錯 那它的選取功能也相當多樣化 就你可以用像是 套索啦 橢圓形啊 橘形之類的來使用 呃 也是我覺得 嗯 很不賴的一個部分啦 欸 它的這個使用 使用的一個套索方式 相當的 接近Photoshop的感覺 好啦 我們按完成 好啦 那另外勒你所做的物件 所謂的物件可能就是圖層啊 這些獨立的一些東西 那你會發現到 你一選到之後 它就旁邊會有這個 八個控制點 可以讓你去改變它的尺寸啊 大小啊 然後拉伸它的這個比例形狀啊 之類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我覺得都還蠻不賴的 嘿 然後我們可以再進到這裡 就是我們工具這裡面 去選擇 目前這個物件的格式 比如說它的 呃 不透明度啦 它的混合模式啊 那甚至於很酷炫的 你還可以去 像Photoshop一樣 做一些什麼 陰影近色的 我簡單做一下給大家看好了 我先把它拉 拉到 拉大一點點 好像這樣拉大一點點 Oops 好像這樣拉大一點點 好的 然後再接著的話 像我們剛剛點格式 那你如果希望它下面有一個 秤一個陰影 嘿 那疊一下 然後可能稍微讓它位移一下 好 然後 角度改一下 像 啊我剛剛選錯圖層了 Sorry 我 我先 我先弄完它 這樣子 我先還原一下 好 再還原一下 好然後我再換到這個 剛剛 Sorry 我換到色塊圖層 好這邊上色這個色塊圖 好 然後在這個色塊圖層上面的話 我再來做剛剛的動作 格式 然後做陰影 然後 讓它 可能位移多一點 然後 角度可能是到這裡 好到這邊 嘿 那當然拉這個 陰影的顏色 也都可以去改變啦 比如說你今天想要陰影是 呃偏向 某一種顏色 比如我先要來個 呃 紅色好了 我覺得比較有暴力感 嘿 好 像這樣子 OK 那這樣子搞定了 有沒有你就 很像Photoshop裡頭的那個 樣式功能可以直接在上面做 陰影之類的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功能啦 這個 今天並不是教學齁 所以說 也是潛彈一下就好了 那反正做完了 就還原 不過它的還原次數比較少 我有測試過 它的還原次數只能做48次 嘿 那如果是像我常用的Pro Creator的話 那它可以用到200多次 那250次啊 225次吧 Anyway 欸那 各有優缺 但是 其實像我在這邊 我沒有辦法畫完稿 這個之前在FB上預告的時候 有講說今天要來分享一下 這個畫這張圖的一個 這個心路過程嘛 然後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很熱血的想說 啊我拿到了一個新APP 然後也花錢買了 欸我 我應該要來用它 好好的 畫一下東西才是 欸 然後於是我就 努力的 一開頭這邊 先 打了這個 線稿 我稍微把這邊的這個眼睛可能 先 先隱藏一下 好這邊 好然後我們現在看線稿 好線稿一開始在這邊打 那打得也還OK還過得去 覺得說還算順手 那 然後呢後來又再回到這邊 再做上色 那可是上色上到一個段落之後 我就開始覺得有點不耐煩了 因為 它的切換動作 還是以這個 我剛剛講到 它是用功能不斷的在做一些 切換 那 但是這有一個小麻煩 就是說比如說你要做混色啊 你要做調整啊 或你要做變形的時候 你是必須要就是在 跳開你的上色模式 你現在上色模式 或你的這個 這個繪圖模式 你要跳開 按個完成 跳回來到這邊 你才能再進行什麼 變形或縮放之類的動作 嘿 那你就會發現到 其實那個東西 它沒有辦法那麼的 即時性 那對我來說 那個效率就有一些影響啦 欸 於是呢 畫一個段落不耐煩了 呵呵 它畢竟仍然是 影像編修為主的軟體 繪圖為輔助 所以呢 我就把這邊 就可能在這裡就是做 複製 這邊你看其他很貼心啊 這邊有複製啊 剪下貼上啊 這些功能該有的都有 好OK 那可能我後來就弄一弄之後 就把它轉貼到 Procreate裡頭去了 哈囉哈囉 晚安 安安 安安你好 欸 小雪 呵呵 應該沒有認錯吧 好 Webaccam Webaccam 5207774 好 應該沒有認錯人齁 晚安 欸那 那 到這邊為止 然後我就切換到 Procreate去 欸 那我這邊先把這個 應用先鎖下 好OK 那我再回到 Procreate 不過為了節省記憶體啊 其實我覺得 iPad Air 2是不太需要 節省記憶體 欸 那 Anyway 我還是習慣性 就把應用關一關 好囉 那 又再把這個檔案複製 貼到這邊來 齁 那開了一個新的圖檔 然後在這邊開始畫 那我先點開它吧 OK 那這個就是我 目前完成 這一張 齁 齁 這個 Kingsman 大家喜歡 這個我真的很推金牌特務這部片 大家有時間可以趕快去看一看 齁 大家完成度大概真的到這邊 那 很顯然的我還有一些東西要畫啦 齁 所以這個剩下來的時間就是請大家來陪伴我 把這東西慢慢畫完吧 但是當然今天能不能畫完我也不確定啦 我覺得應該蠻難的吧 依我龜毛的程度 然後這次又是畫這種比較 寫實的東西 所以我想 應該要花蠻久的時間 才能把它慢慢畫完 齁 Anyway 那 我就開始囉 OK 把這個進到 然後 Procreate裡頭 當然這個 繪圖來講的話 一方面我也很熟悉啦 那二方面 我覺得它真不會是 因應 因應這個繪圖而生的 恩 繪圖應用 繪圖APP 所以說其實在使用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 效率什麼的都相當的棒啦 就始終還是可能剛剛的那個Pistometer 它所缺乏的 但是其實兩者的這個 屬性本來就不太一樣 所以也不太過度苛責 我覺得很多應用 其實它們今天這個 歸類的屬性 其實本來就是不相同的啦 那 不能夠一言以蔽之 OK 大家隨便聊聊 不過今天 人真的好像似乎是非常之不多喔 我來偷看 偷偷用手機開一下 欸 我們才開台了12分鐘欸 我覺得我今天講還 還蠻快的啊 我今天就 速速講 現在到底有多少人啊 喔 這個 顯示有點微妙欸 顯示都跟我顯示說 0位觀看者 哇 有那麼慘嗎 喔 沒關係 這個 我覺得 欸 4位觀看者 他有進步了 有4位觀看者 好 再偷看一下 欸 目前有幾個人 喔 好兩位 感謝兩位的支持 喔 我會為了兩位 還有另外兩位這個 沒有 沒有註冊的朋友 努力的 畫圖的 是 我會加油的 OK 那麼我們繼續吧 我今天比較乖喔 我今天沒有自己帶耳機聽音樂 因為我後來覺得 一邊帶耳機聽音樂 雖然自己很high 可是 那個 注意力會相對的比較沒辦法集中 這倒是真的 因為 像上禮拜其實人都還蠻多的 啊 這個 雖然我昨天 這個開台預告 就已經有講了說 這個 目前 twitch上面這個帳號啊 有這個變更什麼的東西 然而 我想 應該有很多人還是中招了吧 就是沒有 注意到這件事情 然後也沒有特別去 去修改自己的這個密碼 沒有依照指示修改密碼 所以我認為今天 很多人沒有上線是正常的 呵呵 喔 那 沒關係啦 那我就輕鬆一點囉 目前線上兩位都是 老朋友啦 如果你們 呵呵 這個 親友大家有想要聊聊天幹嘛 就 陪我一下啦 呵呵 那個 今天天氣真好啊 之類的 目前都在現在處理這個 手的部分啦 其實臉的部分處理的 處理的比較多了 啊 手的部分的話 才剛開始 弄一些手指頭的陰影啊 立體感啊 然後外輪廓啊 的東西 那今天大家收訊 那今天大家那個 那個收訊狀態 有OK嗎 還過得去嗎 還過得去嗎 會不會就是 收訊怪怪的之類的 只有兩位收看 所以 有覺得怪怪的嗎 還OK嗎 我剛剛用手機開是 看起來是還OK啦 啊但是大家這個 個子狀況如何就不曉得了 現在在畫這個 五萬福特的 金士曼戒指 超帥的 沒錯 目前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會在Procreate裡面把這個作品畫完 但是呢 呃 會用Piece of Metal 然後可能做一些特殊的處理 因為我覺得 發揮它的強項 那什麼影像編修之類的功能 十分的耀眼 我覺得它那個東西非常擅長做這些事情 其實有了這兩個軟體啊 我就覺得就是說 如果原本只有Procreate的話會覺得 能做的事情 可能只有在電腦上面的百分之60吧 可能有到60%吧 就是至少繪圖方面OK 那但是 如果說加上了這個Piece of Metal的話 我就覺得 哇 超棒的 大概幾乎大部分的事情都可以搞得定 影像編修 然後還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圖像編輯 也許不是說多麼的 多麼了不得的大操作 那個可以像正式的Photoshop一樣可以做那麼多事情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還蠻不賴的 有些什麼 是不是 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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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 생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個話語突然很累 你總不會真的覺得說iPad使用者 啊iPad很輕啦,就轉iPad 不要鬧了啦 誰沒事,誰沒事喜歡轉iPad啊 他也是有重量的好不好 哈嘍,安安 安安你好 感謝捧場 大家都把詳意搞定了齁 大家都把帳號密碼搞定了齁 他也是這個Twitch是從禮拜二的時候 然後突然說要改帳號就說要改帳號 所以 我想應該還蠻令大家一時之間有點措手不及的 好啦,這個後來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這個今天的話iPad會組施光台 仍然是由AKA來為大家帶來這個 iPad會組施反 那還有就是個人的一個作畫過程啦 那今天的話咧主題是要 Hawking's Man 我要花金牌特務利兜的Harrie Hart 就是那個代號是加拉哈特 欸大家有沒有知道那個亞瑟王傳說啊 亞瑟王傳奇的故事 就是 加拉哈特這個圓桌武士咧 他是 是 蘭斯洛特的私生子 欸,蘭斯洛特的私生子 然後蘭斯洛特跟他感情不是很好 欸,因為就是 蘭斯洛特喜歡的是這個 亞瑟王的王妃嘛 那 結果後來是 我有點忘了 大家可以上危機查 他好像是被某一個 神明的女兒 然後那神明的女兒就是 半夜裡頭化身成王妃的樣子 然後就拐了蘭斯洛特 然後蘭斯洛特就跟他 就跟他發生關係之後 然後就 後來經過了若干年 孩子都這麼大了 這樣子 就生了加拉哈特 那加拉哈特後來是這個 找尋聖杯的三騎士當中的其中一個 然後他是被認為是最為 天真純潔的 的一個聖 聖這個圓桌騎士 欸 然後後來他是非常 因為他接觸到聖杯之後啊 他就看到了就是天堂 他接觸到聖杯之後 然後就看到了天堂 就看到天堂是如此的美好啊 就是聖 神聖的這個 聖地 然後他就一直很嚮往這件事情 於是呢 當他就是再次的 碰觸到聖杯之後 聖杯就跟他有所感應 就覺得說 那既然你那麼喜歡 就 帶你去 帶你去天堂 於是他的靈魂就 跟著天使飛走了 然後就 就死亡了 肉體死亡 但他就前往了一個 呃 可能更好的地方吧 可能 那這個是加拉哈特的這個 圓桌騎士當中的故事啦 那時候 一看完金牌車我都覺得 嗯 來稍微了解一下亞瑟王故事好了 然後 弄一弄弄一弄 然後就發現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還挺有趣的呢 今天我沒有特別在 在線上多做一次預告 因為我覺得預告久了 他會不會煩呢 我就想說今天沒有特別弄 Yep 那anyway 反正就是開心的 先自己畫圖囉 人少有一種那種 無壓力感 嘿嘿 剛剛進不來喔 就 我覺得應該就是那個帳號的問題啦 大家有照他的那個指示 把帳號重新再搞定就OK了 但是就如果大家沒有那個收信啊 或者是說忘了自己的這個 原本Twitch註冊的帳號的話 那可能就有點問題囉 他其實是為了這個 大家的帳號安全性靠良啦 所以才用大動作做這件事情 那 就 地盤是人家的嘛 就 路徑隨俗照人家的步調走囉 嗯哼 手的部分我不打算畫得太 太詳細 因為 他其實我自己原本參考的這個照片圖像 他那手是 瞬間掏出槍 所以有一點那個 晃動感 這種躍動感有時候就 反而不要故意把東西畫得太過 線條畫 看起來會有點假 所以就應該有這種晃動才對 手 不要故意畫得那麼的 邊緣不要那麼銳利 稍微有點意識到就可以了 按把手的椅子掛成可以 按把手指揮的 socs 如果我們再上方的所個人其實還會比較大 它需要幫助 按一按照 按個把手指揮的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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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隨便聊,隨便聊 你們不聊我很乾 Anyway,感謝大家來收看 認識的親友們啊,我一般還是會比較不好意思在實況台直接喊出你們平常的逆程 因為怕大家會有隱私權的問題 所以說,請多見諒喔,我大概都知道你們是哪一位 應該啦,如果我沒有記錯你們的帳號的話,應該都知道是哪一位啦 那就是,You know,大概就這樣 畫這種寫實類的,就有點那種靜靜夜夜的 因為其實,只要有一點點東西不像,可能就東西就差很多 所以要 很多細節可能就真的就沒辦法 像說的小小的,然後慢慢從 慢慢從輪廓啊,一些東西 可能差一點點就差蠻多的 但是又不能做得太做作 就 收放之間 是一個課題 當然 這也是 畫圖有趣的地方啦 那 對了,今天做畫的工具 其實早先在畫這張圖的底稿的時候呢 在 Pixelmeta裡頭 是用 這個 這個 Pixelpoint的這支筆 那 當然啦,今天到這邊的話 來接上電腦 我就可能還是用Pro 但是其實 現在因為都是一個 上色的 處理 然後厚重的 上色風 那 所以比較沒差啦 其實用沒有感壓的筆也是OK的 大概只有畫頭髮的時候沒感壓會比較崩潰一點 畫頭髮的時候有感壓比較能夠 控制出風入風 那畫出來的東西我覺得會比較 比較好 那當然三不轉入轉啦 其實就算不能出風入風也還是有辦法 如果要畫飛雪石會考慮哪方面喔? 畫飛雪石例如說可能畫 比較動漫畫的風格的 這個日式動漫風格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線條輪廓 就仍然是核心重點 線條輪廓如果好 然後或者是說你的線條處理可能有一番韻味 有一些自己特殊的一些風格處理的話 那 其實你可能上色簡單做 就都會蠻好看的 上色可能不需要多麼的複雜的處理 可能把基本的色調跟光影做好 可能就差不多就很好了 這個是一般如果說 非寫石 就是寫石可能 把寫石程度降低 然後進入到這種比較漫畫的東西的時候 那他可以去想的東西啦 我自己個人潛見啦 自己個人覺得啦 當然那又是一場拿捏攻防戰 因為 好啦那 如果是要畫漫畫 漫畫又要多麼的簡化 要簡化到什麼程度 只要到什麼程度才叫做說 有符合原本物體 在大家當中的視覺印象的樣子 那 又不會讓人覺得就是說 太過寫實了 畫面的東西複雜的東西太多了 然後導致東西看起來就覺得 嗯 好像又變成不是那麼的 風格化 或者說那麼的這個簡化 然後強調特殊重點 然後把其他不必要的東西放掉 有時候我覺得那個拿捏 是 一個 很 滿 滿大的課題 應該是大部分我覺得 很多會師都會有的課題吧 這件事情本質上就不是太容易 像我現在其實在畫寫實的話 做法還是一樣的 就是 先把輪廓的部分處理好來 像例如我在做這把槍 我可能會先把 槍的輪廓 它的一個 外型的剪影先做到 我覺得修飾起來是漂亮的 東西是OK的 形體立體感是正確的 那 我再來處理它上面的一些 種種的反光啊 一些東西之類的 那我覺得 這樣做法是 一般我會處理的方式 是 啊 還有 忘記了 還有 有 是 有 有 就 有 我的光影對比還不夠強 像是例如這裡吧 這裡需要一點 這裡 不知道就再高一點點 對我來說其實做這樣的寫詞的練習有很多好處 除了輪廓觀察 然後光影的練習觀察 這些東西我覺得都是很寶貴的經驗 這類型的練習只要做的越多 那其實在做自己的創作的時候 就會比較有根本 會知道說今天我原來畫這個手 那這個手可能他的姿勢裡頭有具備這樣的 凹折 這個手的姿勢產生了凹折 然後這個凹折凸變化又產生了立體感的變化 然後可以去看得到這個肌肉的線條 在這樣的形態當中 他呈現出來的這個肌肉的造型是長成什麼樣子 那 未來自己在畫的時候就會注意到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這個一台一開台的時候就說過了嘛 我覺得 就是 逼迫自己 定時開台 然後呢 跟大家在空中相見 然後自己也可以達到這個積極練習的目的 然後自己也可以達到這個積極練習的目的 就是一樣 尤其選色 其實我就盡量的不去用灰階的方式去做 因為 嗯 覺得顏色的部分是自己還蠻想要努力的 突破的一個課題 所以就直接在顏色的處理判斷 跟光影判斷兩個一起做 兩個一起做 然後希望試圖能夠把這兩件事情都能夠 同時分辨好來 對我來說我覺得這可以提升效率 因為 拆開來做當然很好啦 拆開來做就是可以減少這個所謂的 思考判斷上面的負擔 因為其實人的大腦 沒有想像中這麼聰明 有很多時候我們其實 有時候要一心二用 有時候實在蠻難的 那如果說是用灰階上色的方式去做的話 有時候我們可以就是把 上色跟光影拆成兩件事情來做 那減少這個自己在處理這些事情上面的判斷 這個簡單來講就是把 腦袋的記憶體省著用啦 這個單通道一次只處理一件事情 可能比較簡單一點 這樣子 嗯 像目前這樣子 掌心還要再更深一點 掌心的顏色還要再更深一點 保和度也許可以不用那麼高 可是明度的部分可以低一點 然後範圍大概是從手掌心這裡 到這邊 掌脫的部分 然後這個部分會最深 但原因是因為這個槍有直接遮擋到手 然後手本身的形狀也是有一個密合 手掌握起來的這個樣子 所以這邊掌心的部分相對會比較深 OK 再做點B好了 直接拿槍頭的一些黑色來染 邊緣的顏色 把這邊加重一點 上次 有畫了暗海瑟威那張 暗海瑟威那張其實就 花了快30個小時 那這一張的話 我的印象當中是從禮拜二 的傍晚 開始起草 開始做畫 那當天應該差不多花幾小時啊 三四五 大概花五六個小時吧 然後昨天禮拜三沒空 所以禮拜三在忙教課 然後 到了剛剛下午的時候 大概差不多四點半多 還是快五點的時候 才開始又再畫 然後五點大概花到七點 五點花到大概七點半吧 差不多兩個小時半吧 所以其實這張圖 目前算下來的話 五加七點五 大概花了七個小時半 二點五 講錯 大概七個小時半 然後再加上現在這半小時 大概差不多花了八小時 嗯 這個 講真的啦 能夠不要花三十小時 就不要花三十小時 那 但我也不曉得這張圖到底 我要龜毛到什麼程度就是了 這都還蠻能講的 好 做一點 現在這樣色塊大部分都有了 再來做這個 混色的處理 把漸層的感覺稍微 柔和一點 把一些多餘的筆觸 磨掉 然後其實 混色的過程當中可以順便把一些 立體感做不正確的部分 直接 推移 推移顏色 把顏色可能 推到一個我覺得對的位置上 這個是在 Procreate裡頭的 的一個方法 但Foreshop裡面也可以做到類似的事情 Painter也可以 那 但是就 在 iPad裡頭可能選擇更少吧 因為如果你在沒感壓的狀況之下 你又不能控制不透明度 所以 就也只能這樣做 會是 處理漸層比較好的方法 不過當然我覺得 有時候都會跟 學生分享就是說 不要什麼東西都糊到 沒有了 全部都柔和這樣 全部都柔和 有時候看起來真的很 反而更噁心 看起來的東西就整個都是 一片霧蒙蒙的感覺 看起來很怪 所以 鎖一下透明度 還有 1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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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嗯 噢 觸控喔 幾檔電源都每次都這樣 稍微有點不靈命 金牌特有裡頭那個槍枝武器設計也是很炫炮 超酷炫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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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哪個版本的007喔 這就問到我啦,因爲什麼呢,因爲我其實沒在看007 其實我沒有在看007啦,我對007沒有特別有愛 但是那個周星馳的那個007大戰金槍課我倒是挺愛的 龍翔電影台中毒太深了 007也是一部我覺得電影史上非常厲害的一個作品 因為影響了大眾文化的一個很多的東西 你看它那個,那個,對啊 背景音樂一出來,其實有時候那個007那個 我想想看喔,他們那個背景又是這樣 登登登,之類的 可能大家光聽到就知道詹姆士龐德這樣子 James Bond, James Bond 之類的 大家都會對那個東西很有共鳴 然後從那個就是膠卷鏡頭當中,然後一轉身出來然後開槍這樣子 然後當然也有很多這個,很多電影都有跟它這個做致敬啦 所以也是名作啊,蠻有趣的 但是我自己個人像那個之前那個什麼 那個 愛戴兒有唱主題曲的那個版本的那一集啊 那集好像也是蠻多人都說超好看的吧,好像是啊 然後我也沒看啊 對啊,你不覺得周星馳那個,國產007 007戴安清張課,這麼好看 是不是 你那是什麼刀 傻豬刀 呵呵,對不對 乙氣運技,乙氣運技,那個御劍這樣子 超厲害的啊 而且好笑對不對 在哪裡 碼 乙 penalty 是 平然後 海 漠 攝 嗯... 阿七 阿七 還有文西 對不對 文西開發的新武器 要你命三千 讚啊 是不是 有沒有勾起大家這個 看周星石電影的 懷舊印象 今天明明討論的是金牌特務 難不成下次要來畫新野嗎 就這樣光在修一隻手衣就修了已經半個小時了 我剛剛講完是12分鐘嘛 阿現在47 47-12 就已經花了35分鐘了 呵呵呵 超級無氣霸王 呵呵呵 呀 沒錯 皮爾斯波洛斯南嗎 我自己本身是還蠻 蠻喜歡有時候去 挖一些老電影出來看的 就是如果說今天剛好有一個 呃...很有...很有趣的議題發生了 然後我可能就會去聯想到某些關子 然後有時候就會找到一些老電影 像可能如果真的要我看007的電影的話 我會更想看 看那個...那個誰啊 嗯...那個...史恩康納來的版本 他是二代 我記得他好像是第二代007 史恩康納來的 然後還有...之前還有那個什麼 羅傑摩爾 嘿...羅傑摩爾吧 齁...之類的 我記得007...啊...我不太確定他歷史 但我...我覺得比較想看史恩康納來的版本啦 因為我覺得史恩康納來的超帥的 帥爺爺 好... 皮爾斯波羅斯奈唱歌的難聽嗎? 嗯...這個... 之前有看過阿拔啦 就是那個...欸...不是阿拔那個... 那個什麼啊...那個那個... Mamma Mia的電影版 那那個時候我記得是梅沈 喔...這個... 梅莉史翠普 然後跟皮爾斯波羅斯奈 然後還有另外兩位...男演員 齁...然後... 這樣有點對不起人家 另外兩位男演員 完全記不起來 人家叫什麼名字 那個... 跟另外兩位... 男明星 然後演那個Mamma Mia 電影版 哇...電影版 然後... 那時候皮爾斯波羅斯奈 就有唱歌阿 哈哈... 是啦...對啦... 然後唱歌還蠻... 呵... 好...不要這樣啦... 人家...再怎麼樣也是有... 有這個... 嘖... 那如果你這樣講到那個... 悲慘的世界裡頭 羅素克羅不是更... 呵... 呵... 沒想到這個... 那時候進去電影院然後... 看那個... 悲慘的世界 你就看到安海瑟威... 哇...唱得真好啊... 然後... 修傑克曼... 哇...唱得真好啊... 然後... 演賈維的... 羅素... 羅素克羅... 一開口... 就正經全場啦... 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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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如果大家有看過 《北斬司機》應該就可以... 可以知道... 真是正經全場啦... 是不是... 欸... 就會覺得就是說... 克羅斯你還是去... 你還是回... 回去當超人吧... 當超人他爸吧... 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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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欸... 還有柯林書嗎? 你是說我現在在畫這個柯林書嗎? 有柯林佛斯嗎? 是喔... 麻辣蜜亞有柯林佛斯喔... 真的假的...有嗎? 真的嗎? 讚喔... 對不起柯林書... 柯林書威武... 呵... 恩... 好啦...手應該我覺得... 這樣還滿滿呼呼啦... 好啦...我來看一下整體感吧... 吼... 吼... 然後要讓柯林佛斯休息一下... 其實... 艾佩畫圖另外一個最大的券... 就是頭要一直低著啦... 有等到預算再多一點的時候... 就很想買那個... 浮空支架之類的... 可是要非常穩的... 恩... 要不然有時候... 畫起圖還真的... 對頸部... 頸部造成的負擔還滿大的... 這時候就是很想那種... 這個... 看有沒有廠商想要就是... 呵呵... 這個... 來...來贊助一下... 對不對... 然後我順便宣傳一下這個... 這個iPad支架... 非常的好用啊... 減輕你的肩頸疲勞這樣子... 順便打個廣告... 幫廠商打廣告... 然後廠商贊助我一個這個... 贊助一個這個... 支架... 然後讓我來畫圖... 這太完美啦... 對不對... 這個... 希望廠商有聽到我的聲音... 呵呵... 好啦... 開玩笑... 恩... 哼... 恩... 恩... 回去羅馬當神鬼戰士啊... 羅素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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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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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手的部分有... 有差不多到達我想要的效果了... 不過... 戒指的光再耀眼一點好了... 再亮一點好了... 然後戒指的顏色要再深一些... 恩... 好... 還可以...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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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可以稍微閒聊一下 現在把這個圖先這樣放著 然後我可能有時候畫圖畫一半要稍微分心一下 然後謊生一下確認一下到底現在畫的東西OK不OK長怎麼樣 然後看起來自己覺得愉快不愉快這樣子 嗯 目前有八位朋友在線上誒 又想偷看一下,我實在是止不住好奇心 我來看一下 喔,直接觀看者 喔,還有另外一位朋友在線上誒 不過就沒有聊天就是了 你好 喔,你好 也許如果有想要聊天可以一塊聊聊 嗯,目前這樣子 其實這一張是電影裡頭的其中螢幕啦 大家如果上網找那個 哈利哈特 然後找那個 King's Man 應該就可以找到這張圖 這張圖我覺得 嗯,這張照片它電影裡頭這個角度 這個神情 超級帥的 超級帥的 一看到就覺得心頭好 覺得可以好好的畫一下 稍微把一些我覺得 光澤 薄的 皮膚質感跟光澤還不夠 今天稍微補一下下 你好 哈囉 O O S O D A Y 剛剛眼睛盯著黑色的字 突然看螢幕有點光線看不太到 要晃升一下 其實我超想衣服跟槍就這樣放個酸啦 好啦好啦,我還是認真啦 認真,認真,西裝嘛 這部片其實就是要看西裝嘛 西裝如果沒有認真,總覺得會被大家怨恨 就西裝,但是現在就要花點時間 加油 加油 來處理,再處理一下頭髮的層次 嗯,這樣我覺得好多了 嗯,嗯,嗯 把眼睛的亮點再小一點好了 就目前這樣畫的話,總覺得就是 都在做,就是修一些那種自己做太超過的東西 很多時候是這樣,弄一弄太超過,稍微修飾一下 嗯 其實再怎麼弄也 真的要弄到像素級別的像就 還蠻花時間的,後來就覺得打消這個念頭 就突然覺得自己不應該幹這樣的事情 做到像素級別一樣像有點太虐了 太虐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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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做一些肌肉的形狀修補 很多時候就差一點點就差還差蠻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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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那种就是也没有特别干嘛 可是就是那一个瞬间会觉得他的那个表情充满了杀意 充满了杀气啊 这样的感觉 嗯 所以如果说没有把细节做对 我觉得那个杀气就扣分了 杀气就稍微减弱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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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就像柯林苏这样子 也是 越老越帅这种感觉 好 赞赞啰 风靡万千少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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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就 如果你们有看到那个剧照原本的样子就觉得 哇 眼神就是 又 又不是说那种就是眼睛瞪得非常大 然后 但是你就是那种隐隐约约准备的那种 瞄准的某个对象想要把对方干掉的那种感觉 哦 很凶残 很凶残的样子 可是又没有说就是完全就是面目猙獰这样子 就觉得还蛮厉害的 这一张是现稿啦 然后 我现在稍微想要帮皮肤增加一点 闸点的质感 虽然不加也可以啦 就直接让它保留那个画图的感觉 可是 还是忍不住想要弄一下 OK 然后 最后一点点的 灰色闸点好了 然后 这样吧 拼一点点黄 那 选个笔 嗯 嗯 选个笔好呢 修饰用笔 杂讯笔刷 其实原本照片就有一些杂讯 速度看吧 哦 才多 弱一点弱一点弱一点 弱一点 嗯 杂讯加上去之后更像照片 因为本来照片上就是一堆杂讯 嗯 但是当然有时候会想说有没有必要啦 那个 没必要的东西也不见得一定要做 再继续 affirm 1 2 1 2 2 然後剛剛因為材質這一層稍微有點黃 也有點亮 那顆粒的感覺是有的 現在來把顏色調回來 把它的個別的單獨顏色調整一下 亮度降低一點 回復到原本的樣子 那也許讓雜點是比較偏紅一點 可以符合圓圖的色調感覺 那或者飽圖度直接低一點也可以 恩... 看一下 換大家想看一下 炸變的效果 哇9點09勒 我覺得我今天會可能就準時吧 9點然後等下花10點整吧 10點整畫不完就還是先收工 然後當然這幾天我可能也會偷偷偷偷偷就慢慢把它畫一畫畫一畫 恩...那但是我覺得我可能會下個禮拜 如果我有畫完啦 畫完的話我也許就是在把那個... 剛剛講到也許我會在那個... Piece of Metal上面呢做一些特效處理 那也許把那個特效處理的這個圖稱保留著 那...到了下次實況的時候呢 來跟大家做分享 恩...我覺得我應該會按耐不住性質 就偷偷的把它就... 趕快把它畫完了吧 喔...要不然我覺得那個... 嘖... 等...等著它畫不完那種感覺 會...消磨戰意 那個...應該要早點把它畫完的 然後拖太久了 不好 嘖... 雜點效果怎麼... 顏色一條完全有跟沒有一樣 太薄了 所以呢...我決定稍微再做一點點吧 OK...在這邊... 先壓一下效果 還太亮了 還太亮了 恩...那雜點都騙人 那拖上去效果也不是很明顯 嘖...所以...我決定... 再換一支筆看看 嘖...用老化皮膚好了 還有殭屍皮膚 那...那那個筆紗其實...很有趣啦 都會添加一些我覺得... 蠻不賴的 老化皮膚怎麼樣 好多深 像這樣 柯林書都要變蜥蜴人了 嚇死了 不能就...意味著它不能說太多了 要對它...輕柔一點 不要太過分 我可以這樣弄就太紅了啊 嘖...不行...我覺得不能...不能這樣搞 要換別的方式 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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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試一下別的方法好了 直接用塗抹筆 然後... 做... 直接蓋蜂箱 嗯...修飾筆 好...用粗皮膚試試看 然後... 修飾的過程當中稍微捏 看看能不能把橡樹拉扯出一點皮膚的紋理來 當然也可以... 就所以剛剛講說其實也不見得一定要啦 有時候可能就反而... 不弄還好一點 直接用那個筆刷的筆觸 表示說有... 有紋理就可以 可以耶 那個... 做太多有時候太磨皮了 那個皮都... 磨到都太細了 那個其實看起來很... 很假的 哦... 換筆...換筆... 換回原來的筆... OK 來換那個... 碳筆... 6筆壓縮... 用... 碳棒試試看 碳棒... 好 這樣就有點效果 嗯... 不要太多 薄薄的 把顏色來回的做一點點 拉扯 然後要符合原本圖的... 顏色表現 明暗表現 A... 今天... 今天有沒有比賽啊... 就...我在想說那個今天上來看實況 大家有沒有被什麼比賽賽制的東西影響到 然後有收視不良的狀況發生 不知道 今天要比賽嗎? 嗯... 把紋理稍微調的小一點 ... 其實我覺得就... 一直放大家看克林佛斯 然後那個眼神跟那個臉的樣子 就讓我聯想到周潤法 聯想到法哥 英雄本社 我覺得那個... 演英雄本社的時候那個氣勢也蠻有點像的 不知道大家覺得咧 這個是... 也可以個人好玩的想法 很久不知道 我現在想說 真的沒正攻 那你們可以可能問我 有沒有人想到 我們真的要認識這個 是應該去到現在找你 嘛 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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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在那裡 就...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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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大概我觉得 头脸差不多吧 好再做一点点小东西 选择内容 加一个图层 然后这图层来做色彩增值 那稍微做一点点光线 用一点点灰色 用一点点灰色 不要太多 然后用笔刷在这个新涂层上面 把一些我觉得应该可以是阴影的部分 再加强一点 然后这时候是看整体感 搜索一下 像这样就一样都可以是阴影的地方 這個儀副看起來好像有加跟沒加一樣 但其實還是有差 還是有差 這我不曉得大家在螢幕前面有沒有感覺到 像這樣開開觀觀儀看就覺得有差 那個立體感的感覺 頭側向一邊往後退有陰影的感覺 可能掃了這一層又 又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好吧我決定就這樣吧 再來的話就是剩下槍跟衣服 我覺得這樣應該算是OK 人物的部分我覺得勉強可以點頭吧 合併 我還蠻長這樣子的 就是畫一畫就把東西 合併起來 自從用ipad畫圖玩稿之後 就都這種習慣 以前會很害怕吧 以前會比較膽小 會就是 不想就是合併太多 要不然怕說到時候萬一 要修改怎麼辦 但是後來我覺得這東西就 其實 不要自己下日記 我稍微把槍的邊緣的感覺 柔和的比較順一點 用那個 用那個混色筆 稍微把邊緣弄得 柔和一點 那個 我還要把這個 有核心的地方 有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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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調一下那個槍托,我覺得槍托稍微有一點點畫錯 形狀跟角度的感覺不太對 應該是寬厚的感覺會比較多,不是那麼長 稍微做一點調整 好快喔,馬上就已經9點多了 不知道大家現在都在忙些什麼呢 像這種時間應該都下班的下班,下課的下課 然後回到家,同學可能還在做桌椅 然後上班族好不容易回到家,也許開始吃個宵夜,洗個澡 準備等一下睡覺 我看到蚊子好像打喔 沒有打人,晚上睡覺又死得難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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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忙在看實況,謝謝 非常謝謝 謝謝 袖子跟白色襯衫的部分倒是有換另外一個圖長畫 來補個袖扣 啊 討厭 全天下的繪圖軟體啊 總是都有操作上面的一些小毛病 尤其是觸控螢幕啊 我覺得螢幕特別有延遲時間的判斷的問題 雖然它那個延遲時間是可以調的啦 那個它筆刷如果在上面停太久 就你如果手靠在上面靠太久 它會自動判別你是要做滴管工具 要吸顏色 所以它就會自己亂跑 我現在局部有一點點的黃光耶 有一點點的黃光 有點想作弊 有一點想作弊 算了 還是比較好 有一點點的黃光 感谢观看 塗層多多少少 还是无可避免的需要分一些 完全没有分塗层 有时候还真的是不会画图 但我觉得就 不要依赖太多 尽量 尽量有时候会觉得说 用塗层没有不好 可是就是看状况用 如果是要做一些练习的时候 然后一直去依赖图层 就不见得是好事 但有时候如果是为了要 要赶快火速 玩搞一些东西的时候 就也蛮无可避免的 工作是工作 画爽图是画爽图 差别还是要分开而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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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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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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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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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